大家好 我是鋁鐺君仔 Peter GameUp 你想要吃啥 今天呢 我們要做一個非常非常有趣 而且簡單 就連不會錯菜的人 都會輕易操作的 正宗道地西班牙料理 酒生蛤蜊 沒有啦 其實是那個 西班牙的雪莉酒 炒蛤蜊 今天非常開心看到這個畫面 你有沒有覺得很唯美 因為今天特別邀請一位美女 陳彩晴來到我們現場 如果大家有在follow流浪手機 應該都有發現 最近彩晴常常出現在流浪手機的頻道 跟我們的一些合作節目 因為我們最近有一個新的Podcast 就是 新的企劃 是 任性應酒指南 Happy Hour 對 那有新的朋友 記得追蹤起來 好 那我們今天來請彩晴來幫我們示範 對 如何簡單製作雪莉酒超蛤蜊 那雪莉酒超蛤蜊基本上需要具備的東西 有 洋蔥絲 蛤蜊 還有 橄欖油 鹽 毒椒 以及 點綴的青蔥 那當然最重要的不外物就是 雪莉酒 柴晴你喝過雪莉酒嗎 當然啦 之前齁 好 因為我們之前在聊的時候就有提到雪莉酒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之後就會 是是是是 欸 柴晴 你本身在家有在做菜習慣嗎 我清醒的時候滿常做菜 清醒的時候 喝醉的時候做菜很可怕 算是有一次就是我們在朋友家 然後我想說欸 大家都已經喝醉了嘛 來做菜 然後剛好有一些蛤蜊啊 又有酒啊 然後我就把那個蛤蜊就是 丟下來那個煎鍋 然後就把那個飲酒這樣倒下去 然後呢 我火一開 然後整個這樣燒到我的手 我們要把它搞定之後我們做好了 我非常故作震驚 我就這樣子 然後就放下 然後就慢慢衝手 然後我也沒有剪腳 我就在那邊一直衝手 好 那沒關係今天有流浪手是在齁 我想這個畫面應該是 應該這樣安全啦 應該是不存在的啦 好吧 那我們直接開鍋啦 然後先下乾燥油 接著下我們的洋蔥 好 炒香 欸 柴晴你平常最喜歡做什麼菜 最喜歡火鍋啊 火鍋 我很喜歡各式各樣的火鍋 我喜歡就是煮壽喜燒 然後韓式的泡菜鍋啊 是是是 就全部丟進去煮一煮這樣 沒有 可是我覺得我很 細心 很細心 怎麼的記心法 我覺得料理就是跟心情很有關係 到底也好不好吃 如果你心情好的時候就會好吃 心情不好就是一坨垃圾 好 沒問題 我想今天應該是非常好吃啦 有流浪最有吃在 心情就是開心啦 耶 好 那炒到差不多 等洋蔥香味出來之後呢 接著下Joseph 加點辛香料 能增加豐富的味道 好啦 那等辛香料也炒出香味之後呢 接著我們就可以下我們的蛤蜊了 來 全部 後來 沒錯 好 那接著我們加一點鹽調味一下 好 那怎麼衡量要加這套鹽呢 基本上適中就好 因為畢竟蛤蜊它本身會有一些鮮味在 海的那個鮮味 然後接著下我們的 最恐怖的環節 雪莉球 就是這個環節 對 來 請下 多少 水你高興 好 那我要很 對 OK啦 我們不是在煮湯 對啦 收乾應該都OK啦 但因為蛤蜊我們要盡量炒到 它有那個適中的味道 好 那我們就稍微 蓋上蓋子 然後燜煮一下 其實這道真的非常簡單 就是 蛤蜊 雪莉球 洋蔥 這樣就 稍微靜置一下 雪莉球在西馬當地啊 它算是一種 國民料理酒 幾乎每個家庭廚房裡面都一定有雪莉球 所以它主要是料理酒 沒有 它算是一種日常飲酒 但因為它很普及 本來大家都很愛 就是 對 然後很多他們在做料理的時候 就會加一點啊 灑一點啊 所以基本上呢 雪莉球在西班牙有點像是 台灣的米酒概念 我也是喜歡喝米酒 對 很廉價啊 不美價的 好喔 對啊 不是啦 你平常都在喝什麼東西啊 我喜歡喝米酒啊 我很愛你問他就知道了 我們就在喝酒 看一下 哇 那這時候呢 我們會讓它的受熱更均勻一點 我們可以稍微把我們的蛤蜊 稍微翻一下 基本上蛤蜊呢 不用煮太久 它就是要吃那個鮮 喔 你真的酒家蠻多的 當然啊 好 可以可以可以 但我決定當然是這樣啊 很符合你的Style OK啦 其實煮蛤蜊只要開了就可以 因為有時候煮太久 它蛤蜊只要太老 不過也沒有加薑欸 基本上西班牙他們當地 其實很少會吃薑這種東西 真的喔 對 但他們會加洋蔥 會很少吃薑欸 他們多好喝 真的 有沒有聞到濃濃的雪綠酒的味道 我一直都餓了 是 然後它的味道跟蛤蜊又很合 好 差不多大致上都已經都開了 那最後呢 讓這個稍微收個汁 好 讓味道更加的濃郁 這大家可以喝是不是 你到底多愛喝酒啊 絕對可以喝的 這樣收吃完的話 湯會變得很濃 味道會集中 而且在煮的過程中 也可以把多餘的酒精味給去除掉 因為畢竟雪地酒是一種 加烈型的酒款 所以它本身酒精 會比一般的葡萄酒更高一點 是 所以我們就把它放進去 滿滿的香氣 真的 是 最後呢 我們加一點蔥花點綴 要怎麼撒 直接撒上去就好 騙你上花 好 亂撒 是 只要出自美女之手 就是一個美 好不好 好 那簡單的雪莉酒炒葛 就這樣大光高層 非常簡單 非常easy 好啦 那我們美味的雪莉酒炒葛 就已經完成啦 哇 感覺就覺得秀色可嘗 美女做的馬上加100分 好不好 那我們來試吃吧 好 嗯 它有鮮甜的味道 如何 我以為會有很多很雪莉的味道 那幾秒 因為我們剛剛雪莉酒就煮過了 蛤蜊的那個鮮甜被突顯出來 是 但是除了蛤蜊本身的鮮味以外 它會有一個特殊的雪莉酒的海水風味 那正所謂 圓湯化圓石 我們是圓石化圓酒 好不好 我們就用剛剛做菜的雪莉酒 來搭配我們這一道菜 吃看看 雪莉酒真的很重 但是放在蛤蜊入菜的感覺 非常美味 不同的格式 而且 它會讓雪莉酒喝起來更加的有酸度 嗯 就是你可以做完菜之後呢 然後再喝一杯雪莉 然後再搭配蛤蜊當作一個下酒餐 那麼就很舒服 我個人是很喜歡吃蛤蜊 可以就把它吃完 可以沒問題 那我們今天喝的這一款呢 是來自西班牙 安達魯西亞當地非常大的一個酒廠 Watsfino這個酒莊 那它們是一個非常古老的酒廠 而且它們 所謂的雪莉酒呢 味道非常的豐富 而且多樣化 是劉湯湯市蠻喜歡的一個酒廠 那今天我們喝的是它的 Fino冷肌 就以香氣而言 它本身會有一些像 青蘋果綠色水果 然後還有一些青草的氣味 海水的點味 是非常經典的Fino風味 所以在香氣上來講 我個人給要三顆半 那至於口感 口感相較清爽 同時保有雪莉酒 Fino的酸度 跟它的厚實 但不會讓它感覺太厚重 在口感部分呢 油浪湯市也給三顆半 那至於尾韻 它又帶有一些 海水 點 土壤 白色石灰黏土質的風味 算是 在後段持續的部分 大概有十幾秒 尾韻的部分呢 個人劉湯湯市也給三顆半 所以總體分數呢 是三顆半清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要到這 如果各位有任何問題 記得在底下留言讓我知道 那也別忘了 按讚訂閱開啟鈴鐺 並且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那也別忘了追蹤 劉湯湯市的IG 跟Facebook 還有彩晶的IG 還有別忘記我們的 HAPPY ALL 任性營就自然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大家好 我是鋁龍哥在PETER GAME UP 你想要吃什麼